野魔要登場啦 不知火還敢囂張啊 聽說現在最多人玩的就是不知火囉 你還敢用不知火爬分啊 有沒有看到啊 我的暗鬼 我的現魔 直接登場 呦呼 不知火啊 我勸你們是別太囂張啊 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要來介紹我們暗鬼的牌組啦 空氣俠終於不用課金就可以拿到了 在全新卡包呢 大家可以拿到三張的空氣俠啦 那很多老玩家呢 其實之前都有暗鬼的牌組 但是因為空氣俠剛出的時候 他是在黃金包 所以必須要課金才有可能拿到三張 當然有人沒有課金就拿到 但是那個真的是太運氣太好了 我們撇開那些不談 現在終於可以 讓我們平民玩家 也可以來玩我們這個暗鬼牌組哦 那暗鬼其實啊 真的要抽蠻多包的 除了最新的空氣俠 這包三輪之外 獨三人小包三輪 然後仿生人的這個 呃一二十套牌哦 抽一到兩輪哦 如果你只能抽一輪的話 你可以搭配颶風哦 就是一張仿生人一張颶風 那再來就是暗鬼跟變身哦 那暗鬼那一包你抽三輪 變身也會滿了 所以等於說大概是兩大包一小包 然後一個套牌 那其他的都是一些升級的 獎勵哦 像爆破 呃爆破然後魔性小子 還有血魔哦 這幾張都是那個升級獎勵跟角色 跟角色原本就有血魔有點忘記哦 血魔是 是升級獎勵嗎哦對對對好 那這套牌的玩法呢 呃我們要在實戰的時候 玩給大家看比較準哦 那其實我剛剛已經拍完了 我剛剛打了四場 非常精彩哦 結果我錄完之後 全部都沒聲音啊 為什麼我跟 我今天電腦重新開機 然後他就問要不要更新 就更新 他把我的系統全部 重製成預設值哦 所以我我在錄影的設備 我原本預設是 因為我這麥克風 我這個麥克風啊 是比較專業的 所以他不是預設的麥克風 他是另外一條線路 然後他就給我全部給我調整預設值 我剛剛在那邊錄錄錄錄了半個小時哦 啊終於錄完 啊打的很精彩都連勝哦 結果我拿去剪輯軟體要剪的時候 全部沒有聲音 我一度還以為是我聲音沒有調 結果啊完全沒聲音 只好重錄了傻眼 哇真的是有有點累啊 好沒關系 我還是重錄一遍 我們直接來實戰吧 go ok 來到我們第一場 好 那這一場 騎手其實是非常猛的哦 只要我們再抽到一張怪 這麼多變身哦 一定可以一回殺的哦 一回殺機率超高哦 加上如果對方又只有一張後台的話 更有機會哦 哎呀 哎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 來來來我們使用宇宙旋風 那這邊沒有怪沒有關係哦 我們可以發動技能放馬過來 然後把我們一張手牌 直接換成雪魔 這樣我們血魔就可以拿來丟啦 就這麼簡單哦 這一招我跟瑞文在對打的時候有用過 但是我那時候想了很久 在想到可以搭技能來丟 好那我們這邊增量人 直接跳到後台 方效果直接釋放 合招然後再跳 再跳仿生人 好仿生效果 來我們丟魔性小子 好這邊魔性小子直接特招 ok 然後再發動仿生人效果 我們除外一張牌抓融合 那我這邊想要直接來融合哦 魔性小子 六號哈子洞 直接融合 崇拜 ok 超級兇 好 別戰鬥來打過去 開關打開 傳說白石 好那我們應該贏了 哇 就是這麼簡單哦 直接就回殺了 特別的爽哦 好 千百龍加護手牌 但是很抱嗆 我手上有兩張變身哦 直接變身 去了吧 安鬼 哈 你怎麼跟我鬥 哦 你路 重路一樣強啦 哦 重路我一樣把 KC一杯的人全部打爆 沒錯 就是這麼強悍哦 ok 我們來打下一場嗎 ok 來到我們第二場 你到烏鴉哦 那大家都知道暗鬼的後宮 可以說是非常的猛哦 尤其我們後宮又這麼多雨炫哦 那獨善人哎不用怕跟上一場一樣 我們直接開技能 哦一樣可以再跳哦 好對方是不知火讓我看 看我的這個暗鬼要怎麼屌打 不知火啊 但是對方居然一個十星 這邊可能就要想辦法來叫 呃叫那個 那個那個血魔 血魔我就贏了哦 空氣俠 可以哦 完全可以哦 哦哦好像有機會哦 來 空氣俠 空氣俠 直接抓 然後我們沒有要抓血魔 我們抓個魔性小子 然後跳毒扇人 來毒扇人效果 增量人 增量人效果 跳出來 再開效果 再跳仿生人 仿生人 對這個 只是小隻 然後仿生人效果 除外我們獨善人抓融合 ok 我們這邊直接發動技能 放馬過來 放馬過來 哈哈哈哈哈哈 血魔要登場啦 不知火還敢囂張啊 聽說現在 最多人玩的就是不知火囉 你還敢用不知火爬分啦 有沒有看到啊 我的暗鬼 我的血魔 直接登場 呦 呦 不知火 我勸你們是別太囂張啊 你以為不知火小包就可以湊齊是嗎啊 我這個超貴的牌組 一樣可以打爆你 呼呼爽 來發動魔性小隻 直接跳出來 我們這邊場上打點擊超過4000了 有沒有機會一回殺呢 對手直接投降 ok 那我們來打下一場嗎 ok 來到我們 第三場 遇到凱撒了 好 那我這個起手超爛 這起手爛到包啊 下一張要來 哇這個這個 這個兩張正量能在手 完全跳不出來哦 這樣不行啊 哇這樣不行啊 monster 哇這樣不行呢 怎麼打啊 這對方是超重哦 哇這起手超爛爛到包 為什麼說正量能在手上沒有辦法玩啊 因為你獨善能跳出來 你要怎麼從牌組把正量人放到後台呢 沒辦法嗎 都在手上怎麼從牌組抓 不行嗎 所以 可能就是要用那個技能哦 把正量能洗回去哦 好 那這邊對方這個操縱 哎阿清對操縱也算是 呃稍微了解哦 因為我們 go eric 每次 kc 杯都只玩這一套 我一直看他玩 我就我就大概知道 這套怎麼玩呢 好哇這哦五星哦 還好還好 五星七星六星會拆後台 然後這邊叫五星哦 五星然後再叫七星 還好還好 還可以哦 啊五星效果 回首兩星兩星再跳出來 黑 快點 想這麼久 這一套很簡單啊 這一套很簡單啊 應該不用思考那麼久吧 啊發動直接抓二就好了啊 想這麼久 好操縱的手套效果啊 這個翻五張 照順序 他應該不會再抽了吧 照順序排的話 好他他他該不會 要慢慢排吧 要排很久吧 哈哈 哦好排好了排好了啊 排的有點久哦 看來這個凱撒量不太熟 不太熟我就有機會贏哦 好啦他攻擊哦 來來來變身 沒有要跳 他不是還可以再跳那個七星嗎 哎呦 哎呦 暗鬼出來了哦 嚇到了吧 哎直接自殺 不錯不錯 撞得很爽哦 哇 哇 直接自殺投降 好我們來打最後一場嗎 ok 來到我們最後一場 啊最後一場是先攻哦 這套後攻比較強啊 先攻的話 呃 我們這個其實我還是會抓這個 獨善人哦 哦 獨善人 那有點尷尬哦 因為 魔性小子在手上哦 所以我還是要把他弄下去哦 不然我也想要把神聖小子丟下去哦 好 哦等一下有可能會開融合哦 因為我們早一點吧 呃 神聖小子堆下去的話 等一下才可以再抽牌哦 ok 來增量的效果 好 哦 哦 monster fad 要仿生 好 仿生人堆木啊 這邊就 這邊其實就 呃 隨便堆啊 啊 因為魔性也下去了嗎 魔性也下去了 所以我們 堆讀善人 好 來 出外獨善人 抓融合 那我這邊開融合吧 因為我想把神聖小子堆下去 等一下想要抽兩張哦 好 來 叫崇拜吧 好 monster 融合 好 崇拜登場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抽兩張哦 ok 結束回合 好 好改了一張牌 光盜暗殺者 哎現在好像比較少 比較少遇到這種堆木的 牌 模擬速工匠 他是模擬速工匠 好 好 我可以直接攻擊 好 打我們的 打我們的空氣小哦 那 有一點想要變身 哦 我們直接來變身嗎 我可以 爆破 爆破效果 我減半 空氣減半 好變950 可以哦 那他都打不過來 我們再開效果 把他的後台給彈掉 ok 那這樣就很穩了 好 對方就投降啦 然後我們最後一抽抽到血魔 ok 那這一套牌大概就是這樣玩啊 其實暗鬼還是非常猛哦 雖然說他現在好像已經沒有在 沒有在 踢表上面了對不對 加上我剛剛 我剛剛錄製的 是幾乎都一直連勝哦 對11月13號 剛剛錄了 不知道幾場 然後有有輸一場 這一場沒有收入 哦 幾乎就是全部都贏哦 勝率真的是蠻高的啦 那當然 呃 暗鬼還有其他的一些 比較特別的玩法哦 那如果之後有遇到會再分享給大家啦 那如果有任何疑問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記得按鈴鐺 請不要讓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這點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那我晚上可能會直播打KC杯哦 那我們就晚上見哦 拜拜 別告訴我今天女人間 我心意她的好多鞋 沒有你的畫面 想說在腦裡面 一直不會變